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的这种海面 但是呢因为它在海沟 所以的旁边 所以呢水的颜色也比较深沉 也是这个让人真的能够去享受 休息度假的这个地方 呃今天回来跟各位谈两个主要的议题 第一个当然是这几天 也会持续的热门下去 到9月15号 最慢了到9月15号 就是在美国的TikTok 抖音的海外版的名称叫TikTok 是否真的会被委婉 Microsoft给并购 还是说呢 并购的谈判无法达成 就被美国的川普政府给禁掉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现在 不只是美中之间啊 这其实是整个全球科技跟新创 跟市场 的一个重大议题 政治力介入到了这个经济 科技 甚至到个人的创意 的市场 的层面 其实这是一个重要的这个观察的议题 那我们第二个想跟各位谈的 也许第三段回来 第二段或第三段回来 呃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其实美国要从德国撤军 美国要从德国撤军哦 美国现在在德国有三万五千名 美国的军队 预计要撤掉三分之一 一万两千名 从德国离开 那这怎么回事 那为什么会要从德国去减少军队的 这个驻扎 那到底他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先谈就是这个TikTok TikTok各位用过没有 如果没有用过的话 建议去download的去看一看 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当然可以去注册 TikTok其实成立也没有多久 整个在国际上 其实是2017年开始的 他的母公司在中国大陆 字节跳动 在2016年 在中国大陆设立叫抖音 这是TikTok在中国大陆的 这个名称抖音 所以很多人可能更熟悉抖音 这两个字哈 我们在这个中文跟华人的这个环境当中 那创办人叫张一鸣 今年才37岁 在此之前 其实他也在中国大陆创办另外一个 其实是非常著名的 也是一个APP 叫做今日头条 我想很多人事实上每天大概看一些这个新闻 以及一些资讯是来自于今日头条 那是2012年 2012年 所以也就是说他是用一个AI的这种搜寻演算的方式去找出 每天在网上对于讯息或者是短视频 今日头条是讯息新闻 然后呢 当然也有这个短视频了 然后呢 在抖音 TikTok 它是短视频 15秒以上 左右 有的会长一点 用这样的方式去找出来 就是说你最喜欢看的 以及你最喜欢这个去阅读的 慢慢的 很快的你看 TikTok在全球现在已经超过有10亿 的人注册跟使用 在美国呢 使用者将近1亿 注册者超过四五千万 所以真的进入到国际的这个场所 其实也就是这两三年 而他非常的快速 势如破竹的 其实已经成为 应该是这么说吧 很多的西方的媒体认为 他是中国大陆真正成为国际的 这种主导性的科技公司 那当然主要是在APP 这个应用软体的这个层面 那所以呢 呃 他的这种对于整个美国跟国际的影响 事实上是很全面的 也就是说 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原创跟新创的这个APP应用软体 可以在短短的几年之内成为全球性的这个主导 而且甚至可能会成为下一个阶段 主导整个全球软体应用的这个这个就是APP TikTok 为什么连在上个礼拜美国有科技四大巨头 Google Facebook Amazon 还有Microsoft 这四大巨头在国会作证里面 间接都谈到 其实对于TikTok 的这种忧虑 尤其是Facebook 以及Google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可能就是接下来对于YouTube 和Instagram的一个最大的挑战 甚至有取代的可能性 当他TikTok的这个业务扩大之后 所以这已经 不是一个单纯的科技 创新市场运用 他可能是未来 整个这个科技的主导 以及就是说 对于这个 全球科技的影响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 他有点像是华为的 这个软体面 那软体版 但是当然这个比喻也许不一定很正确 但是对于世界的这个影响 华为当然是花了很长的时间 在5G的这个设备 到手机的这个层面 你看到他面对美国的 这样子的就是说 等于是迫害了 然后全球性的 这种对他的这个打压 现在TikTok问题来了 其实在 这个张一鸣啊 要把抖音走向国际的时候 他就已经很清楚的知道 他事实上要面对 很复杂的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 的环境 所以呢 他不用抖音 他用TikTok OK T-I-K-T-O-K 然后呢 他把总公司设在美国 TikTok的总公司 海外的总公司 把所有的这个资料 储存在美国的维吉尼亚州 然后呢 有个辈分在新加坡 运用许多的这一些主管 这个事实上都是美国人 有相当好的这个 就是说相关的这些背景 跟出身 所以看起来 他是很有心的 想要把这个东西 全球化 让国际 让美国市场 能够接受 那看起来 也的确确是做到了 美国的大概是 差不多平均 20岁 或更年轻的 年轻人 现在 都在用TikTok 而不再用 这个 这个TikTok 或者是说 这个Instagram 另外一个叫Firework 所以 这个是一个 他达到的这个成就 可是呢 过去这一年以来 美国的司法部 商务部 还有一个叫做 外这个 外资投资委员会 就开始针对TikTok 做全面性的这个检视 然后呢 更多的法律上 法规上的这个要求 TikTok也都尽量配合 检视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任何说 他对于这个 相关注册人的讯息 或者是上面的一些影音 会有所谓 这个国家安全上 或情报上的威胁 没有任何的证据 或报告这样出来 可是川普 在六月份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情 在六月份之前 我想这个 川普 可能还不知道 有一个叫TikTok 而在年轻人 里面取得这么大的 这个主导性 在美国的年轻人里面 六月份发生什么事情 六月份 其实疫情正在高涨的时候 川普那个时候 其实是要让美国的经济恢复 要让这个就是市场 或者是经济 能够这个重开 解禁 因此呢 他要在这个六月份 办一个造势大会 因为他那个时候觉得 他的民调已经开始有一点 就是跟这个先拜登 他的挑战手 来自于民主党的 呈现一种 就是说死亡交叉 因为在过去之前 到去年年底 今年年初 川普都还是 在民调上面 是处于领先的 可是连续从三四五 到六月的时候呢 他因为处理疫情的 这个不利 不断的犯错 不断的凸显 他自己本身的这个问题 从他个人 到政府 到他跟各州 以及跟民主党 所主管的各州之间的 这些对于疫情处理的问题 民调开始下降 那他觉得说呢 要让经济回复 因为他觉得最自傲的是 就是说美国的经济 然后呢 要这个 解封 要办造势大会 他在奥克拉奥玛的 这个Tausa 各位应该都还记得 这个事件 结果 他的助理们告诉他说 有一百万人注册 他非常的高兴 那甚至还规划了 就是在这个 那个体育馆呢 大概只能坐 两万多人的 这个座位 要在这个开始之前呢 先到外面 对所有其他来的 这个参与者呢 没有办法进入 到体育馆的人呢 做演说 结果到了 真的造势大会那天 发现到 哇哦 外面当然空无一人 里面体育馆 也只来的当 将近六千人 非常大的一个羞辱 从那个事件 其实代表着 他的支持者 开始出现 就是跟他的这种距离 那当然 后来他发现到 整个媒体也报道出来 原来是美国的年轻人 以及这个比较支持 民主党的这些自由派人士 在TikTok上面 呼吁彼此去登记 说要去参加 这个造势大会 但当然实际上 是不会去啊 所以那个时候 开始 川普的这个雷达里面 就出现TikTok这个东西 然后呢 就看到 哇哦 当然同时也知道 这个TikTok来势汹汹 对于美国的科技 美国的市场 美国的年轻人 未来的生活方式 跟这个影响 这些老白男 开始在紧张了 从国家安全面的紧张 到市场科技的 主导性的紧张 当然也对于 这一次造势大会 对于这些年轻人的 这种 这种就是说 来这个这个闹场 的这种不满跟报复 所以很快的 他们就去 这个进一步的 去要求TikTok 你要检视你自己本身 是不是影响美国的 国家安全等等之类 最后干脆什么都不要讲 就是要禁掉 这个时候呢 川普的这个政府里面 有两组人马 国务卿 蓬佩奥 国家安全顾问 O'Brien 其实是支持说 就把TikTok 整个在美国的这个业务 卖给 美国公司 让美国公司来主管 因为他们知道 其实TikTok 这海这整个在海外的 这个营运 事实上 你指控他危害国家安全 其实还真的是有一点 就是说说不过去 因此呢 而且这个TikTok 对于年轻人的这种使用 已经其实变成一个 习惯性的 就是说使用方式 你如果一下子 把它禁掉 对于这个相关的 这个反弹 甚至对于选举的影响 投票率一定为 你这年轻人会 报复性的投票吗 出来增加这个投票率 会产生这个不可控的影响 所以从又是市场面 又是这个选举面 的这个考量 这些人是支持说 让美国的公司 把它买下来 那当然不会是Google 也不会是这个 就是这个这个Facebook 因为他们两个分别 有不同的Instagram跟YouTube 所以呢 就让Microsoft 美国的媒体 在报道这个相关的事件的时候 把Microsoft 都后面加了一个 就是quote and quote 这个说法 就是uncoup的Microsoft 不酷的Microsoft 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 可以再去接触年轻人 进入到这个市场 把整个TikTok 在美国的市 这个营运跟市场 他的这个总 这个这个公司呢 给买下来 这个谈判进行 当过程当中呢 川普后来还是表示说 他不放心 他觉得还是要把TikTok 完全禁掉 因为他另外一个顾问 叫做Navarro 会这么说 其实TikTok 在抖音啊 在中国的这个公司 还是可以绕过法律 去取得这个资讯 我觉得美国 的媒体啊 在这个事件上 我觉得失去了一个 媒体的角色 很热门的在报道 事件的事实的发展 川普现在给一个时间点 deadline就是9月15号 如果TikTok跟Microsoft 的谈判没有办法 这个达成的话 让Microsoft并购TikTok 他在9月15号 就要把TikTok 给在美国的业务 给禁掉 美国的媒体 对于这件事情的报道 纯粹只是 好像是报道性 事实性的 没有去分析 他背后的这个原因 我们刚刚所讲的 来自于中国的原创的科技 在世界发展 取得成就 然后呢 你怎么去面对 过去你只是不断的指控 中国在这剽窃 或者是在偷窃 美国跟西方的科技 现在似乎倒过来 他的新创 是这个好像排山倒海来 影响到你的 这个经济 你的科技 你的市场 甚至你的政治 没有去分析这个层面 以及也没有去分析 川普所主张的 违反国家安全 影响到国家安全 是不是真的 存在这样一个事实 以及川普现在所作为的 不可思议的作为的 不需要任何理由的作为的 强制的要求 要出售 或者是把你禁掉 是不是符合 美国长期以来 作为国际自由经济 这个秩序的主导者 所以呢 美国的媒体都没有这样子报道 跟分析 反而是在BBC 的报道当中 也不敢多谈 可是呢 还是提到 其实TikTok的有罪 就是因为 它是一个中国的公司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里面牵扯到的是 一个什么呢 用贾国安来进这个TikTok 然后呢 其实是真的针对新创 原创 以及利益 跟市场的强取豪夺 甚至连巧取 我们通常讲成语 巧取豪夺 都不是 那不需要 用这种 怎么样的方式 巧取 这根本是强取 霸占 豪夺的这方式 然后呢 你就没看到是 其实它是针对中国 的科技 一方面过去 我们看到是针对华为 在2000 在这个2018年的时候 不断的这些 就是说针对华为的 这些禁止啊 这个报告开始出来 2018年到2019年开始 你就看到不断的这些 美中的自己的贸易战 后来就延伸到科技战 那现在你看到的 就是针对 就是 当然中间还发生 对Zoom Zoom其实是一个 美国公司 但是呢 它也许 被质疑 有怎么样的一个 就是中国人 或者是中国管理 的这样一个背景 那另外呢 你看呢 现在就是针对 这个TikTok 所以TikTok 所代表的是 将来如果在 中国大陆 或者是其他国家 你这些新创年轻人 张一鸣才37岁 对不对 这些他们刚开始的idea 他真的是白手起家的 过去他也只不过是做酷训的这样一个员工 被收购之后呢 自己创这个金玉头条 很快的也就是发现到这样的一个机会 然后呢 做一个抖音 然后走向国际 命名叫做TikTok 这样子的一些过程当中 他最早开始接受到的这个资金的挹注 也只不过是300万美金 到后来当然 大家也都看到他未来的这个potential 开始日经对他的这个投入 所以他也才能够很快的 把这些创意 能够很快的市场化 商品化 然后呢 很快的能够去成为一个新的 大家所喜欢的 我自己上TikTok上面去看 当然有一些真的很有趣味的 有一些 像我们这样年龄的 这个我必须要这个招认 真的看多了 我也觉得哇 真的是蛮有 一方面是蛮有趣味 另外一方面有一些 有一点 可能不是我的这个 所喜欢的 不是我的菜单啊 应该这么讲 可是呢 你可以去挑选不同的种类 类型的 你可以去订阅不同的这个 就是说版主的 现在在美国呢 美这个很多的这个TikTok的版主 开始呢 就是要求大家 他的followers 追踪者 然后呢 要写信 给白宫 给川普 不要进TikTok 在美国已经形成 这样子的这个风潮 所以哦 我预言 这个川普在最近做了两件 很错误的事 一个是他说要延后美国选举 那个是犯了美国 这个政治的一个红线 另外一个呢 他微信要去进这个TikTok 就算是后来Microsoft能够去买下 这个TikTok 我觉得年轻世代 本来就不喜欢川普的年轻世代 但是通常投票率比较低的年轻世代 在这一次11月3号的美国的大选 一定会积极出来投票 一定会积极的出来投票 我们平常大家 非政治的有趣的 喜欢的 这一个软体 被你一个没有任何的理由 去把它给禁掉 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这种政治力的这个介入到科技 到一般人民的生活 这个是一个最明显的这个案例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对于 这个就是一方面 是对于新创科技 一方面呢 是整个美中之间又来了 这就是一个科技战 我们讲美中之间的科技的这种 这种相互的争夺 过去是军事力来决定强国 后来是经济力 但是呢 现在是科技力 科技不只是硬体 而在软体的应用呢 中国也能够有TikTok 抖音这样子的发展 所以呢 川普现在 美国现在 面临的就是 要把它给禁掉 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来 我是杨永明 我们上一段整个谈 就是川普现在要准备禁TikTok 如果Microsoft不能在9月15号以前 跟TikTok完成就是并购的这个谈判 不管是要进还是说强制的TikTok要卖出 这个我就觉得是美国政府不可思议的这个作为 这两天我也进一步了解到 过去当Google进中国大陆的时候 其实中国大陆有一些法律的规定 比如说要用合资的方式 比如说要这个把伺服器放在中国大陆 Google也都接受了 所以Google有进过中国大陆一段时间 后来有一些情势变化 Google决定不再遵守 中国大陆的这个法律的规定 决定退出中国市场 也没有说要你强制的被中国的哪一个 比如说公司去并购 也没有说强制的说你不可以进这个市场 你自己选择要不要接受这个法律的相关的这个规定 当然 对于法律的规定这是见能见智 可是呢 在TikTok的层面你就是看到 尤其是美国耶 所有这一些 现在在网络上国际所应用的这一些流行的 软体APP 大部分都是来自于美国 当然是全世界的这些人才智慧 所集中起来发展的 对不对 而今天在中国大陆自己做了一个新创的这种科技的TPP 年轻人爱用的TikTok 川普觉得 老白男们觉得 维持到我政治上 变成是年轻人 在这个种族 公平正义抗议当中 去做彼此串联 甚至来恶搞我造势大会 的这样子一个平台 跟工具 要把它禁掉 他们觉得 这个是对我们国家安全的威胁 虽然没有任何的证据 对华为没有任何的证据 要把它禁掉 更重要的是 这是一个对美国的科技的主导的一个很大的威胁 而他是来自于中国 我们的主要的战略竞争的敌对国 当然要把它禁掉 但是呢 各位 我个人觉得 在美国的共和党跟保守阵营 还有一个更深层的 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更深层的原因 昭昭天命 叫manifest destiny manifest destiny 昭昭天命 什么意思 19世纪 大概1840年代的时候 美国那个时候要针对 印第安人 还有 Oregon 还有 德州 那个时候是墨西哥 掌控 德州 后来德州 还出现德州共和国 对于这些的西境 对于这些的扩张 领土的扩张 出来一个诉求 也叫做manifest destiny 也就是说 这是来自于 这个上帝的旨意 给予美国人 的一个天命 要去做这些领土的扩张 因为美国的这个种族 跟制度的优秀 你说他是种族主义 你说他是对自我制度的 这种膨胀 都可以 但他真的是 这么的认为 所以 其实 有一句话叫 美国的自由 甚至是白人 的自由 是建筑在 对非我族类的迫害上 来去确保 他们自身的自由 这个指控有一点 比较严肃 对不对 但是历史上 你我所熟知的历史上 就很清楚的了解 美国怎么是对待 黑奴的 一直到现在 乔治弗洛伊德事件的发展 到美国现在 各处都还会有 这样子示威抗议 整个非洲裔的 这个美国人 在从 奴隶 到南北战争 到种族的这一些 甚至学校 公车的各种餐厅的隔离 以及到现在白人警察 对他们的这个待遇 来去确保自己本身 的族群的这个自由 印第安人 很多人对于美国 印第安人的历史 并不是很深刻的了解 那是很暴力 也很血腥的 对于墨西哥 后来发生美西战争 跟西班牙 也是一样 领土的扩张 甚至门罗主义 也在亚洲要求门户开放 也是要确保美国的 自己本身的利益跟自由 到了冷战 反共 反对共产党的扩张 其实也当然是在确保 自己本身的利益跟自由 现在我觉得类似的概念 其实也是针对中国 朝朝天命 也就是 整个19世纪 美国的领土扩张的 这样子的一个诉求 一直不断的转换 他的这种诉求 说法 从种族的 到制度的 到自由民主的 你看到的都是如此 其实是针对 不断的 不同 非我族类 那这个定义 非我族类 也就是由他们自己本身 所定义的 所以非我族类的 这个发展 其实是对 白人族群 对这些保守 这个以及传统的 这些美国的利益的 一种挑战 所以我觉得其实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如果比较深层掌握的话 你就会进一步了解到 美国为什么要针对华为 为什么要针对 美中的贸易战 为什么今天针对TikTok 的这样子的一个限制 所以呢 这就是美国针对TikTok 我觉得一个比较深层的 当然我们可以说 我也觉得存在 也就是针对TikTok 在美国现在年轻人 年轻族群的这种 就受欢迎的程度 而这些年轻族群呢 现在绝大部分是 民主党的这个支持者 我觉得接下来在 11月3号 一个很重要的考验的 这个州啊 就是德州 因为德州有第一个 相当高的比例的拉丁裔 而拉丁裔呢 在川普 传统上都比较支持 这个就是民主党 而在川普做的这个 就是安全墙 美国跟墨西哥之间的 这个安全墙之后呢 拉丁裔的投票倾向 更倾向于 这个民主党 因为拉丁裔很多人 其实是跟墨西哥 或者是中美洲 有很多在这个生活上 或者是亲戚上的 这种连结 那当然 在弗洛伊达的拉丁裔 比较特殊 因为很多是从古巴过来 所以那些弗洛伊达的 这个拉丁裔呢 对于共和党的支持度 比较小比较强 但是呢 比例上 整体拉丁裔的比例上 只是在弗洛伊达 所以弗洛伊达有一个叫 这个Marco 这个Rubio 这个参议员 是非常知名的 反共的这个参议员 反中的这个参议员 那德州呢 有相当高的比例的 这个支持民主党的拉丁裔 那现在碰到 就是你进TikTok的 这些就是年轻人 年轻世代 那德州的这个选举人票 事实上是非常多的 应该我没记错的话 是有将近29张票 加州当然是最高 但当然 川普已经放弃加州了 现在有个说法 如果11月3号的这个投票 产生了问题 确定现在是11月3号的 川普自己都说 我确定是11月3号 那但是呢 如果产生了问题 那可能呢 甚至在美国自己国内说 西岸的三州啊 华盛顿州 欧雷刚州 以及加州啊 会独立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就代表的美国现在 其实不只是在民主共和 之间的政治理念上 的这种 就是说 对立 跟这个 分割 然后也代表的是在 年龄世代上 年龄世代上 的这种差异 尤其是年轻族群 现在你由这个 tiktok 所代表的 也就是年轻族群 他们所喜欢的东西 被政治力的 这种强力的 这种揭露 所以在德州 会不会类似的 就是因为 拉丁裔 因为这个年轻人 这一次的投票率 可能会增加 管总上支持共和党的 这个德州 再加上小布希家族 事实上是 反对川普的 小布希家族 以及小布希过去 他的这个政府里面 的就是这些 过去的政治任命的官员 他们成立一个叫做 这个43kabinet 因为小布希是 三十四 这个 三十四kabinet 也就是小布希的 这些官员们 来反对这个川普的 所以这些 你看到这些力量 开始在做集结 对于川普的 这个反对 那当然川普 是不是还有 任何的这些 其他的作为 那我觉得川普的 官员们 周边的官员们 已经开始在建构 这个没有川普 的后川普的政治遗产 也就是说 要在这段时间 尽可能还是去 做一些 呃让川普任内 虽然十一月三号 如果这个 这个败选 明年的一月二十号 就会做 这个新总统就会上来 拜登就会就任 那在这段期间 还可以做什么 不当然十一月三号之后 到一月二十号之间呢 基本上已经叫做 跛脚的 看守的这个政府 你再做一些太激进的 可能会当选的总统的 总统当选人拜登呢 可能会有非常强烈的这个意见 所以在十一月三号之前的川普 现在剩下 不到 这个你看八九十 三个月 应该是说不到三个月了 对不对 这不到一百天的时间 川普还会有什么样的作为 九月十五号的TICTA的最后的这个终止 谈判终止日期 真的只是一个最后的终止吗 中美之间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议题 会变成这个 就是甚至会影响到美国的选举 影响到中美后续的真正的交往 跟相互的关系呢 我觉得可能还会有吧 我们再休息再回来 大家好 欢迎再回来 这是世界一把抓 我是主持人杨永明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九点四十七分 我们这段节目还有十分钟啊 其实嗯谈一个 就是大家上礼拜连媒体大概都不太多报道啊 虽然可能有一两篇 但是呃没有在深入的这个讨论 但我觉得蛮重要的 那也代表的其实是川普啊 这种很情绪外交的那种随意而为 甚至就是完全不顾到真正的美国的利益 或者是呃整个呃世界的安全啊 的这种随意性的作为 他要从德国撤军 很简单 因为他就觉得德国的经费 哦军费 负担的不够 其实他对日本 对韩国 也有同样的这个压力 日本 接受了 韩国还在谈判当中 韩国也还在就是说 在挣扎在努力 那美国的海外驻军 全世界 只有美国 有在他国的军事驻扎 英国都是在自己的属地 哦 或者是大英国协 的这个概念之下 而美国的海外驻军 大概现在在亚洲 加起来有十万人 在欧洲 加起来有十万人 在德国 三万五千人 那上个礼拜 美国的国防部长 艾斯伯 他宣布 他宣布 要从德国 撤军 一万两千人 一万两千人 那一万两千人 要撤去哪里呢 这里面 大概有六千四百 人要 移回美国去 然后有五千六百人呢 要移到欧洲的 美国的其他的 这个驻军的国家 包含波兰 意大利 甚至 波罗的海 的一些国家 那 我们现在 为什么要 撤离这个德国 也就是 川普觉得 你钱付的不够多 可是德国 不要忘记各位 德国是一个 二次大战的战败国 经历过东德西德 是冷战的 这个最热的场所 当时的柏林 在东德里面的柏林 一个孤岛存在的柏林 也都被切 被柏林围墙切割两边 去柏林的话 可以再看一下 这个柏林围墙 有一段 还是有保留着 那 现在的梅克尔 是来自过去 德东 的出身 梅克尔 做了 很长一段时间的 这个总理 明年他是说 要准备这个退休 可是这几年来 整个对欧盟 对北大西洋公园组织 在欧洲的事务的主导 就是德国 以及法国 尤其是德国 的这个主导性 不只是因为 他在经济上的这些 就是说展现的能力 在整个欧洲 这个德国经济 当然是最主导的 也重要的是 他一直以来的 这个政治的稳定 跟政策的理性 以及人跟人 这些高层官员 外交官 尤其是梅克尔 跟这些高层之间的 这种互动 这种说服力 跟影响力 跟号召力 所以呢 其实梅克尔 被视为 在整个川普 过去这三年多快 四年的当中 就是在西方社会 能够去跟川普 说no 的一个政治领导人物 而他也非常不喜欢 去年他们在法国开 就是G7会议的时候呢 后来有报道出来 梅克尔跟他旁边人讲说 你能不能不要把我 跟这个人放在同一个房间 我实在是受不了他了 当然指的就是川普 德国到底在整个军费 负担上是负担多少呢 其实德国在 我们两个数字的方式计算 一个是他这个军费 占整个这个国家的GDP的比例 德国现代的军费的负担 其实老早已经超过百分之一了 你不要忘记 因为他是个战败国 在早期的时候 甚至就不允许他超过百分之一 对日本的要求也是如此 当然冷战结束之后呢 这个百分之一的 这种天花板的要求 因为要求这个军队分担的 这个压力增加 所以呢 慢慢的就是说 这个拿掉 其实全世界美国大概所占他的整个 军费占他整个GDP将近百分之三点四 这是相当高的 相当高的 可是呢 川普居然希望 欧洲各国 尤其是德国 你的军费应该要占你GDP的百分之四 我这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事情 因为他会 当然不只是军费的增加了 你会产生严重的排挤效应 这个饼就这么大 预算也就这么多 你占了百分之四之后 你要排挤掉什么样的 这个部分的这个就是预算呢 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你排挤的可能就是教育 可能就是社会福利 公共建设 对不对 但是呢 川普这么要求 目前实际上德国大概占他的 的军费占他的这个GDP百分之一点三四 将近一点四了 将近一点四 数据有时候有不同的数据 将近一点四 那德国跟欧洲国家 自己在2014年的时候说 未来的十年也就在2024年 现在剩四年呢 希望各国的军费的支出 能够达到GDP的百分之二 能够达到百分之二 OK 英国法国呢略高于德国 大概1.5左右 所以未来这几年他要往这边增加 所以你说德国特别少吗 在这一块其实也不见得 另外还有一个数字呢 是整个数字军费的数字 占就是说比如说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整体的军费比例是多少 美国呢在2019年的支出军费的支出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费大概是百分之二十二 德国排名第二 百分之十四点七六 英国法国还在其后 大概百分之十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德国也是努力的要去提升这个军费 但是呢他有很多预算上军费上以及自己国内政治上的这个考量 以及实际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需要这么做吗 但是呢川普就是不满意这个东西 当然他也对梅克尔不喜欢 当然他大概也看到梅克尔对他的这个评论不喜欢跟他在同一个房间吗 对不对 所以呢他就不断的要求国防部要从德国撤军从德国撤军 可是对国防部啊以及对美国那些军人而言 他觉得这个怎么可思议呢 对不对 第一个从德国撤军你撤去哪里 撤军的过程哎不是人走了到那边 这也不是我去花莲然后回来这样子不是这样子 所有的设施这个后勤这个相关的基地 那都要花上百亿美金 的这个就是说投入而且可能需要不是说今天搭个巴士就过去了 需要三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达成原来的战力的这种预估的效应 当然波兰这些国家是很高兴 可是另外一个层面更深层的是 德国自己怎么去看德国的安全跟欧洲安全 还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安全 德对他们而言他们的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于俄罗斯 尤其是在俄罗斯处理这个克里米亚战争之后 克里米亚这个岛了哈克里米亚战争讲的过去那个战争 但是呢 其实 俄罗斯跟这个欧洲国家也有很紧密的能源关系能源安全关系来自于俄罗斯的天然气尤其是天然气啊其实是现在德国很重要的能源这个这个这个就是说来源德国定了一个政策啊要非核化啊这个政策真的很激进 但是呢德国跟法国买电因为法国有非常多的核能电厂啊我个人觉得这种做法嗯我我个人觉得其实有点玩假的啊你定一个非核化但是你在用核电啊可是呢法国人就很欢迎了为什么因为德国人的能源就从此必须要依靠法国 他当然要让人员的安全要多元化所以来自于这个就是这个尤其是像天然气最近的就是来自于俄罗斯因此有一个叫做北海这个二号啊二线这些那这些就是天然气的这个管线呢现在还被美国政府给这个制裁啊就像是在制裁北韩在制裁这个伊朗一样在制裁参与到这个这个从俄罗斯到德国的这个就是波罗的海的海 海里面这个天然气管线的这些公司对他制裁啊所以德国梅克尔政府对川普更加的不满啊所以你怎么去看能源安全到国家安全到美国跟这些盟国之间的关系这些美国的盟国尤其像德国跟已经美国是越来越离心离德了所以未来新的总统拜登的挑战会是一个很巨大的考验那我们今天到这边 谢谢大家